再來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下後面幾個後面兩個section都是有點在講故事 31.5 和31.6 31.5 就是所謂的這個發電機 跟什麼發電機跟 跟什麼引擎 這個怎麼樣 發電機跟 就是電動馬達 發電機與電動馬達 那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們每次在畫那個 畫那個什麼 畫那個波 我通常都會畫一個sineway對不對 電出來的這個 這個電壓隨時間變化 那我們都寫一個sineway吧 好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必電出來 好像也是這個波 sineway 為什麼他不給我們更好的 更漂亮的波 譬如說方波 多漂亮 三角波 為什麼他不給我們別的波 都給我們sineway 而且還是sine sine好像有點困難 sine是打這個函數有點困難 為什麼 為什麼他給我們 就是必電出來就是一個sineway 而不是方波 方波好像比較簡單 方波就正一負一 正一負一 很簡單 你一定知道 只是你 你可能這個 一時之間被我嚇到 就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的概念 為什麼 蛤 nature 對真的是nature 但是 怎樣的nature 真的是很nature 而且很自然 你就應該要知道這個東西 ok 真的就在磁通量裡面 磁通量要怎麼樣 隨時間變化 當然 有一個方法是你磁場 把它變大變小 或者拿磁鐵去變大變小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馬達的時候 對 你還是這樣 你要怎麼做那個馬達 你應該不會做一個馬達 是磁鐵前進後退這樣 或者是 或者是把它磁場一直增加 齁 那個磁場你也加不大 加到這上面電流太大就燒掉對不對 你電路都燒掉 所以你唯一最簡單 製造那個磁通量變化就是 你們一直在轉轉轉轉轉 就轉這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 線圈在磁場裡面轉來轉去對不對 所以就有一個b乘上a 乘上一個cos c 然後你轉的時候就可以用 踩腳踏車的方法對不對 假設你比較厲害 用等腳速的踩 就有一個omega t跑出來 所以就這樣子啊 就這個東西啊 OK 所以你現在 應該不會長到這麼大才知道 這個 這個side wave的來源吧 應該不是 應該是被我嚇到 OK 所以 現在就可以這樣 可以產生side wave 怎麼這樣產生呢 一般這個發電機都是這樣啊 就是 一邊有一個 有一個磁鐵是n級 然後另外一邊一個磁鐵是s級 s級 然後中間就這樣 就放了這個 這個線圈 當然這線圈 不要只放一圈 只放一圈的話 你就這樣 就會 磁通量變化 太小 不夠大 OK 基本上會有一種交流 我們現在必電都是交流 跟另外一種是直流 那交流方法就比較簡單 交流方法就是 反正就是 直接 把裡面 這個電線收集 在一個 在一個電極上 所以這邊有一個電極啊 這邊另外一個電極 然後這時候你去做一個 電壓的測量 測量 測到它的 隨時間變化 當你這樣 等速度 等角速度在轉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sine wave 這時候你的 製造出來的一個電動式 就會是一個sine wave 對 OK 那 假如你稍微 變化一點 你還可以製造出 比較接近直流 其實直流不是這樣 不過它是比較接近直流的一個做法 就一樣是這個 N極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是 S極 然後再來你還是一樣 把 中間放很多圈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把 這個什麼 把這個電極把它分一半 這邊一半 另外這邊一半 所以它轉到這邊來 會跳到下一 跳到另外一邊去 所以 這樣子的分一半的電極 去做一個 電壓量測 那你就會得到怎樣 得到 它會是 比較像是直流 不過這不是真的直流 我們後面 有時間再跟你講 就是你要做一個直流電 直流電源要怎麼做 那當然 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叫什麼 Bridge 那個叫什麼 叫喬式整流器 有用過嗎 有 沒有 有 OK 我們要用喬式整流器出來以後 然後還要用一個 Voltage Regulator 還有一個 IC 才可以製造出 真正的 直流應該是這樣 Supposed 應該是 平的 真正的直流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 不合格的直流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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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